西班牙中部小镇每年在圣安冬节前夕 都会举办马匹过火仪式 希望用火焰和浓烟达到进化 保佑马儿健康平安 这项传统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不过也引发了动保团体的抗议 认为让马匹踏火非常的危险 骑马踏过火堆 马蹄声不绝于耳 还有大批民众前来围观 现场相当热闹 以树枝和甘草生火 越烧越旺 浓烟窜起 这时在骑马踏过火堆 这是西班牙中部阿维拉省 位在首都马德里西边的一处小镇 每年1月16号晚间举办灯火节 庆祝隔天的圣安冬节 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 圣安东尼是当地守护动物的圣者 当地人会在前一天 骑马踏过篝火 希望透过炙热的火焰和浓烟 达到净化用意 祈求动物们在新的一年 免受疾病和伤害 参加者会从早上就替马踏梳洗 准备迎接晚上的踏火仪式 不过动保团体多年来批评 踏火行为对马踏有害 主办邦泽强调 他们事前会替马踢修剪毛发 声称能避免烧伤 不论如何 这依旧是当地传承下来的文化习俗 刘仁豪编译